土耳其跨年院伊斯坦堡一間高檔夜店 惨遭槍手屠殺血洗 现在最新監視器画面曝光 槍手朝门口扫射 民众躲到角落找掩護 没多久就看到歹徒手持长枪现身 另一只画面 槍手在街上随机扫射 子弹打到车辆冒出火花 2017年第一天凌晨1点15分 夜店集满将近700人庆祝狂欢 槍手突然闯进来扫射 有民众仓皇跳海逃生 有目击者声称 不只看到一名槍手 穿着耶诞老人装扮 但被土耳其总理否认 当地警方认为槍手就一人 而且依然逍遥法外 有媒体报道 槍手一边开枪 一边大喊真主伟大 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 出面坦诚犯案 国庆枪手携染跨年夜 让2016饱受恐攻摧残的土耳其 新年第一天再度蒙上阴影 记者综合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